一场混合双打米园小春家村建市 对阵印尼的维迪安托和地利 两队选手应该说都属于 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在两个国家分别都不是这个混双的主力 非常大的一个角度 加村建市的杀球显得有些太平 印尼的这些选手我们通过四分之一决赛也能够看出来 不论在女双还是在混双方面 可能现在这种混双特别像印尼的这种 他的打法就是面对男队员杀过来的球都是以抽球为主 判断错误 平推了一个底线 4比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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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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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 6 5 5 5 6 5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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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8 7 7 7 8 8 8 9 8 8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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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 10 8 9 10 9 9 10 米园小春往前走的时候 举拍的时间有些慢了 没有对上 眼前压得很坏 11比2 维迪安托定力 第一局领先了9分 应该说主要还是前半段这段时间 日本队的两名选手 没法跟上印尼选手的这种速度 整场基本上都是以被动的防守为主 老是跟着对手接走 像刚刚这一排球 家村见识的 应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 想对女选手进行抽球 但是这个整个球队 全都往上 被对手抓到缓解 主要是跟着其他人的 拥有一个很明显的 在台湾上 还是被对方女队员对角线的抽球给抓到了 而相比之下下半区的这个混双半决赛就明显实力要比这场强多了 印尼的基多和皮亚兄妹对任由中国台北的陈文新带领另外一名男队员 马上转为进攻了 应该说单从双方的女选手而论 米园小春的个人能力 包括场上的移动分球和印尼的女选手还是有差距 虽然这台球是底线出界 好在地力是完全往前主动去拿球了 往前的抢夺上面丝毫占不到便宜 所以说在混双的 混双里面女选手能够抢到往前 男选手在后场进攻优势明显的话 这样的组合就显得比较难 挡完以后也是有一个很快的上步 16比4 非常大的一个比分的悬殊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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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球质量太差了 应该说之前像这样的话 看的最多的就是在这个中国台北的女选手陈文新的身上 没想到像作为日本的这种专业队的男选手也出现了这样比较大的问题 还是通过发街发这个环节 发后场球背叛的发球伪力 比分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 也不要太追求这种 想通过发后场球了 来直接制造进攻 8比19 发球失误 第一局的局点20比8 最后一排球也是彻底的放掉了 21比8 印尼的选手维迪安托和蒂利首先是拿下了第一角 从比分上看的话相当的轻松 整个场上还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速度 直播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是有这个有奖互动环节 今天的问题就是 你是否认为英达农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顶尖选手 登陆先锋拼语的官方微博回答并转发相关微博 你就有可能获得由弗雷斯提供的精美奖品了 其实从这些慢动作也能够看出来 印尼的这一名女选手反攻的意识非常强 球稍微高出一点 马上就到往前有一个反扑 第二局 应该说经历了第一局 米远小春和家村建设面对维迪安托后场的这种进攻 第二局 很明显地看到两人都是有所忌讳 想进两相球 挑得更靠近一些 抽了一个大对角 首次比分的领先 二比一 印尼的这对选手 这种传统的混双打法的这种站位还是非常明显 男选手后场进攻一拍以后 基本上 地力在往前都能够抓到最后一拍 还是一样 家村建设的推球太明显 而且速度又比较慢 喝 再以后啊 快点 还有啊 500 6 6 5 5 6 6 7 8 8 10 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地利还想通过反拍的一个勾球 应该说 整个点已经抢得很勉强了 这样的就有些没必要了 起球的话 家村剑士后场的进攻 应该说对他构成的威胁还不算太大 四平 这个没办法 两名选手全都被压在了 右场区 Allah 欧泥 5比4 而日本组合领先1分 虽然已经是往往前压了 但是最后压的这个弧度有些太大了 再来 第二局明显场上的这种形式又不太一样了 第一局大比分输掉以后 第二局日本队已开始有一个全面的反扑 我觉得第一局8比21这样的一个比分太悬殊了 应该说日本这队混双能够进入到四强 应该不止现在的这个水平 中文字幕提供 稍微边线出界了 可能应该说之前 家村剑士也是通过几个大对角的抽杀 边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太高了 最后这一排有些犹豫 米渊小春也是放得太勉强 日本队也是通过不断的这种呐喊声 来提高自身的士气 可能裁判也是提醒一下日本的队队 漏了漏了 家村剑士往前有些抢得太积极了 给完以后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还得全力地跑到后场 应该说在这种往前球的分配上面 得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到底谁该在往前球 两人都压到往前了 应该说印尼的两名选手 也是看出了家村剑士的意图 给后场球太危险 尽量地给往前 所以两名队友在往前都是逼得很紧 杀的线路太长 11比9 维迪安托和地利领先两分第二局 应该说第二局 家村剑士和米园小春 相对应地改变了一下第一 第一局里面出现的那种场面 但是应该说还是出现了多次 男队员在往前抢的太胸 导致整个后场 全是空档这样的场面 女选手啊 应该说米园小春从第一局开局到现在 在后场待的时间 应该说没有超过五排 所以后场球更多的是依靠男选手 11比9 接发球强迫的太厉害了 防守能力上面 印尼的两名选手也是要高于日本队员 稍微出界了 还是利用一个对角线 家村剑士太注重去保护女队员 很多时候都是导致自己的这一方 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 日本队此前应该说比较强的混双 包括这个池田信开郎朝田林子 也随着朝田林子的退役 这队组合基本上处于解散 目前包括 刚结束的吉隆坡苏迪曼杯上面 日本队启用的第一混双是这个乔本伯且和前田美顺 也是有和丹麦的尼尔森和彼得森 打满三局这样的一种 应该说有这样的实力 但说到底 日本队还是在于 这个男女队员 有些不太平衡 女队员在 进行女双比赛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 没有太好的队员在往前进行抢 杀了大队角 米元小春还是抽的力量太大了 整个直线回球的落点 包括线路的控制应该说还是不错 十二比十六 还是通过往前的一个轻放 老师依靠后场进攻的话 取得效果并不大了 两名印尼选手 一人手防守 一个半场的话 在场地中间是站得很我的 在对手站稳的情况下 你再去进行这样的进攻的话 完全不需要进行一个移动 只要将拍子左右的 进行一个拦截就可以了 所以说有时候还得进行 比如说像后场球前场球的这样的 拉一下高球或者说掉一下 让对方从跑动中再去找寻漏洞 还是在这个球球力量大 两名选手都是出现了多次的这样的底线球出现 发球下网 两名选手都得分 帮球回到底线 没有下一排的准备 19比14 依靠这个呐喊声终于是拿到一分 15比19 接发球推球界内 赛点20比15 15比20 16比20 还是往前给球太高了 21比16 和印尼组合维利安波和蒂利 两局2比0 淘汰了这位日本选手 家村建士和敏原小春 待会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 由马赫斯瓦里和波利对阵一队韩国队的小将 我们待会回来